之前我说过我买了台日版的Switch 现在到不了了 到不了我画了一个 各位凑合着看 我是今年2022年5月31号 买了一台直游的任天堂Switch 价格是1635元人民币 是续航版 上次视频我分享了具体的物流过程和时间 一直到清关和国内派送 国内派送时间是6月30号 在日本耽搁了一个月 本以为过两天就能收到了 就在我上次发视频的第二天 那个物流信息眼看到廊房了 到北京边了 我收到个短信 说是需要在国内静置消杀10天 然后物品被退回郑州 因为是在郑州清德关 那我就等吧 等了大概10天 物流又给我发短信 说因为我收获地址的那个网点 受口罩的影响 不能正常工作 系统拦截退回 而且不能二次派送 也不能改地址 让我申请退款 本来这种直游购买的商品 一旦发货是不能退货的 想退都退不了 没想到我这次竟然退了全款 7月11号收到了退款 从购买到退款 一共花了40天 40天买了个寂寞 我从日本直游买Switch 倒不是因为它便宜 花了1635元 其实国内多多的价格也差不多 日常价格都在1689元 而且售后还方便一些 还带发票 我买这种方式主要就是为了想体验一下 在如今口罩的形式下 国际物流的现状 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其实就是不着急 买个玩玩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那我还要从多多买一个 驱航版的Switch吗 说实话 经历了这40天 我对Switch没有那么多热情了 其实本来热情就不高 如果高早买了 再加上这两天又传出了Switch的Pro版 也就是下一代版本的发布消息 说是今年年底发布 其实这种消息经常有 也不用太在意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了购买欲望 那就先不买了 等以后想买了再买 但是呢 这钱也不能让他闲着 买了三双网球鞋 老婆一双 孩子一双 我一双 我早就说吧 这钱留不住 所以呢 喜欢的东西能买赶紧买 如果不买也留不住 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